还讲一讲那个打禅期 这个打禅期 参加打禅期的人 不是就不怕苦 不怕痛 不怕渴 不怕饿 这就算圆满了 这要 实事可可 都灰光返照 也没有时间谈话 也没有时间吃饭 也没有时间睡觉 也没有时间 打网响 就是 这一心 参残 把其他一切都要忘了 这个是 怎么说 吃饭也不知道吃饭 睡觉也不知道睡觉 那么这个就是 无心 没有心了 也没有时间讲话 也没有时间呢 做其他的 这个闲事 就是一心 参残 这个人呢 就好像在虚空里 所以 行不止行 力不止力 做不止做 卧不止卧 把你那个精细鬼 灵力虫 都打死他 那个精细鬼 就是 叫你知道 这一切的虚妄 是 那个灵力虫 就是叫你 打这一切的虚妄 你打击 要把这个都打死他 你能到那一念不生 全体现 你六根互动 六根 就是眼 耳 鼻 舌 神 亿 这六根 在你六根门头 一动 啊 就好像啊 那个天被云呢 给遮住了似的 咱们说 六根互动呢 就是 眼 照与 晒 尘 耳 就随着 生 尘 鼻 啊 就跟着 香尘 跑 舌 就跟着 胃尘 跑 身 就跟着 楚尘 跑 意 就跟着 法尘 跑 啊 都是 向外 跑了 啊 有的时候 跑到厨房去 有的时候 跑到厕所去 有的时候 啊 跑到二楼 三楼去 这都是啊 被这个六尘的警戒所转 啊 六根 随着六尘转 啊 尤其 跑到厕所就开会 啊 到那个地方 啊 就开 讲的一些个 啊 玄玄妙妙 啊 到那个地方 讲的什么玄呢 什么妙 就厕所里那些个玄妙的事情 啊 你看 跑到厕所去谈玄论妙 这真是啊 啊 得其所在 得其所在了 啊 我们这都叫我随着六尘警戒转 你不随六尘警戒转 就是 尸尔不见 听尔不闻 尸尔不知其味 啊 所谓 君子磨道 不磨石 君子 磨道 不磨骰 君子磨道 不磨声 啊 君子磨道 不磨声 君子磨道 不磨味 君子 磨道 不磨楚 啊 君子 磨道 不磨法 啊 要啊 都把他转过来 啊 能转过来 这个六根 门头 你能灰光返照 啊 六根门头 都会放光 啊 都会放光动地 啊 妙不可言 今天呢 是 第六天 大器 还有啊 最后 这个 呃 一个机会 我 给你们说一说 这种的 呃 呃 很平常的 方法 说哎呀 法师 你一开 禅棋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这个方法 我们大药都会 开悟了 哎 那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像方法 你说哎呀 这不是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愚痴人了吗 啊 我 赶快走 啊 赶快呀 呃 掏之悠悠 就跑了 朝着摇摇 跑了 所以啊 还剩最后这一天 我说了 你大药 也不会跑 为什么呢 你 六天都 都完了了 啊 就剩一天 一定摇着牙也 把它挺下来 看看 回着会有一点 好消息 啊 那你就试试看 你要真能 啊 视而不见 听耳不闻 视而不知其味 睡不知睡 啊 行不知行 啊 做不知做 你要能到这个警戒上啊 哎 那是 差不多了 你要还是啊 知道腿痛 啊 知道腰痛 啊 那还是离得远的 所以啊 这个大餐期 要真正啊 啊 发真心 要把你的真心拿出来 啊 不要啊 见了硬 就软了 啊 见了硬呢 就投降了 这个 一定要啊 像这个 苦啊 像这个 痛啊 啊 来 斗争到底 也不怕 要能这样子 最后还有希望 开悟的机会 啊 那个 达期的时间 不太多了 这个最后 这个时间 是很宝贵的 各位都应该 特别注意 有的人又说 这个餐餐不 越小越愚痴了 什么也都不知道呢 这又有什么好呢 你要知道啊 扬成大桌 方微巧 小道如鱼 始见其 那么人呢 所以不成道也就是因为啊 知道的太多了 话也说的太多了 一切一切都太多了 你要能以专一 你把你的念力 专一 啊 就这一个残残的念头 旁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候 这时候回着 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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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 声音 回着 见到一切 这些晒一晒 啊 生辰 晒一晒 相辰 未辰 楚辰 法辰 你都能开悟 所以古来的人 啊 听见人家 那个破竹子的声音 就开悟了 啊 又听见呢 那个蚊子叫 这声音 也开悟了 啊 这开悟啊 是有种种的因缘 会开悟 咱们会开悟 就是你那个 心念 专一了 所谓专一在灵 分尺在地 那么人就因为太聪明 所以啊 就不能啊 得到真正的聪明 就是假聪明 方才所说 那个精细鬼 灵力虫 那就是假聪明 啊 鬼灵精 像鬼那么聪明 不是像佛那么聪明 不是像神那么聪明 鬼那么聪明 像那个 老鼠那么聪明 所以啊 老鼠的聪明 会什么呢 就会偷东西吃 就会到窟窿 偷东西吃 这是他的聪明 我们人呢 具足所有的 众生这个聪明 所以啊 就没能把他 转一 所以啊 那个真正聪明 就现不出来 真正的智慧 现不出来 你要能以养成大桌 养成的好像是鱼桌 方为巧 但是啊 这是真正的巧 所谓大巧绕桌 大智绕鱼 所以说 小道如鱼 使见其 你小的 不那么 那么样的精灵 啊 什么都懂 什么都明白 结果 你是什么也不明白 你能以像一个鱼翅的人 但是啊 这真正有大智慧 才有啊 这个 和一般人不同的警戒 法性本空计 无取 以无见 性空 计是佛 不可得思量 绕之一切法 提性 结入是 自人 才不为烦恼 所染着 是法性本空计 这个法呀 是 不动 所以说 法性本空计 它是人 不生 不灭 这个法性的本体 无取 以无鉴 你不能把它拿来 你也看不见 嗯 这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嗅之无畏 嗯 无取 无鉴 性空 计是佛 你要能以 正德 法性 计灭 这种的警戒上 啊 这个 一切都空了 连这个性都空了 这就是啊 真佛现前的 不可得思量 你要是一思量 用你那个精细鬼 灵力虫 一来想一想 那就变成第二意了 就不是第一意地了 第一意地就是 没有可想的 没有可思的 也没有可量的 绕之一切法 你要能知道这一切的法呀 体性 节入 是 他那个本体呀 性啊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不生不灭的 四人 灾不为 这一个人呢 啊 他就不会被这个 一切烦恼 所染污 一切的烦恼 就是一切的 无明 所染污 无明 烦恼是什么呢 啊 就是这个欲念 就没有欲念 啊 他知道一切法 本来不生 本来不灭 啊 这个烦恼 就变成菩提了 所以烦恼见菩提 变成菩提了 啊 就没有染污了 只有一个清净了 啊 这就是清净本源 妙真如性 啊 这也就是一切法的本体 所以啊 没有染污了 凡夫见诸法 但随于相传 不了法无相 也是不见佛 这个凡夫 就是 博地凡夫 建诸法 建诸法 这个凡夫啊 建有 二乘呢 就建空 菩萨 就建中道 为体 所以 凡夫啊 他建一切诸法 他所建到的诸法 就是一切有微法 但随于相传 他是知道有微法 招住到一切向上 一切法向上 二乘呢 他就建到空 但是啊 他还没有建中道 菩萨 就是修这个中道的 了义法 不偏于空 不落于有 不了法无相 这个凡夫啊 他不明白 这个法呀 是离一切向 一世不见佛 他就啊 差这么一点 找到这个有微法上 找到相上 所以啊 他就不能见着 本源自性的天真佛 牧尼离离三世 诸行戏 具足 住于无所住 普遍而不动 牧尼离三世 那就是本师释迦牧尼佛 离三世 这一世 这一世啊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离开的三世 诸相戏 诸相戏剧足 诸相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这一切诸相 戏剧足 而剧足圆满的 住于无所处 他 是 住于无所处 无在而无不在 所以啊 尽虚空遍法界 都是佛的法身 所以啊 他不只找一个地方啊 来住于一个地方 所以也无所处 普遍 而不动 他 不动一处 而能 至一切处 随在一切处 而不离一处 所以说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所以叫住于无所处 所以叫住于无所处 普遍而不动 虽然 虽然 无所处 不动全机 便于法界 可使人本体 还是不动 我管一切 我管一切法 皆是多明了 今间 今间于无来 今间于无来 決定 我管一切法 今间于如来决定无有意 是假观 是中观 皆细得明了 我现在啊 把这一切法的 这个本体 我都明了了 今见于如来 我现在啊 见着本师师家 摸你如来 决定 无有意 一切一切的 把我的我 明了了 我没有一点 一会了 一切会菩萨 见过 释迦牟尼佛之后 更得到啊 大的智慧 所以对一切法呀 都无所怀疑了 咱们信佛的人 对佛呀 法 生 不应该有怀疑 所以说 修道之人 心莫疑 疑心 绕起 变图迷 你要有一种 疑惑心 你啊 就会走错路了 前途啊 就会迷回来 所以切莫疑 对于法要有疑 就会愚痴 对佛要有疑 也会愚痴 对于僧要有疑 也会愚痴 怀疑 怀疑 佛法僧 就是一个愚痴的因 所以啊 现在一切会菩萨 他得到一切的智慧 把一切的疑悔呀 就断了 法会先以说如来真实性 我从笔了之菩提难思议 前面所说这个寄宋 这是一切会菩萨 他用来赞福 那么最后他又说 赞叹如来的这种功德 前面呢 这法会菩萨已经说过了 他已经说过 一切诸佛的十项庙理 无相的功能 所以说如来真实意 如来的真实这个妙处 我从笔了之 我这一切会菩萨 是在这个法会菩萨 所说的这个寄宋里边 我已经都明白了 菩提难思议 这个菩提就是脚道 这个脚道这种的妙礼呀 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语的 是妙不可言的 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谁有问题 我现在答复果同这个胡的问题 他问这个成佛需要经过这个 俄罗汉菩提萨法这个阶段 是不需要经过 这个看人的发心 屠夫弄刀立地成佛 那个杀猪那个人 他知道错了 就可以把那个刀啊 放下了 那么他就可以成佛 这个成佛啊 成菩萨 成恶罗汉 就看你自己发心怎么样 你要发心 只为自己发心 成佛 也是为自己而成佛 这就要啊 先成恶罗汉 你要是 想要成佛 但是不是为自己 归得成佛之后 要救众生 那么这就要啊 先行菩萨道 而后啊 来成佛 你要是 也不为自己 也不为众生 就是啊 我就应该成佛 我本来是佛 我本来应该成佛 我成佛 然后再用我所有的力量 来啊 普遍 救度一切众生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成佛 所以啊 成不成佛 不是经过 恶罗汉 菩萨沙发 这个阶段的问题 是看你发心 发什么心 你要没有自私心 就成菩萨 你要是 成菩萨 再把菩萨也忘了 众生也忘了 这就是成佛 就是不着住 不着相 度众生 不着相 成菩萨 所以佛呀 随度众生 而无众生可度 虽然 天天 他是度众生 但是他不着相 还没有度生之相 所以这就是佛 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你又不会发音 这不会的 那么现在 这个修定 先要持戒 我们在这个残堂里 根本就没有戒可犯 因为人人都不讲话 人人也不打什么妄想 这是不戒之戒 因为不戒之戒 所以就会生出一种定力 这个定力 我们只是不怕辛苦 我们往前去做去 走到啊 这个水穷山尽的地方 你用功用到极点 你那妄想啊 就会断了 这不会啊 说像那个宋人助长 那种的 有那种毛病 这个你有 有戒力就会生定 有定就会发会 所以 在这个 中国啊 这个残堂里边 你这住在残堂啊 就在那里边一住 一定就是修行了 不要说你再是 能专心去用功啊 参残啊 打坐啊 那更好了 所以这个残堂啊 妙不可言 以前有一个法师 他吃油啊 也蟹肚 喝这个牛奶 也蟹肚 吃咸的也蟹肚 无论吃点什么 都是蟹肚 他这个蟹肚的毛病啊 很厉害 那么等于 一坐残 一住残堂 住一个月 他这些个毛病都好 一切的病都好 还有 有这个奖经的法师 预备稿子 预备的 很多 的稿子 到时候一讲呢 也不够讲 宗教的这稿子 预备的 不够 写的这个注解 写的 他们讲也不 不太流利 当他一坐残 一修 打过几个禅区之后啊 他再就不要 不预备稿子 就可以了 到时候讲呢 所讲的那个 法呀 是滔滔不断 自己教的 也讲的很有意思 所以这在残堂里 你看这个 我们人都因为 不能受的辛苦 所以呀 他不能念力 专一 我们现在打气 这不叫 说是怎么样 太过用功了 这根本就没有 怎么样用功 这不过就在这 跑跑坐坐而已 真正的 这个用功的人 没有一个打气 没有一个打气不打气 打气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跑箱坐箱 不打气的时候 一个人也还是跑箱坐箱 就是不打其他王枪 这个打气啊 打残气 这不是叫助长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 这来用功 不是有一种特别的 或者用一种科小的方法 叫他吃一点药 开了物 你吃药呢 就叫助长了 你想吃什么药啊 帮助开物 那正是助长了 那不是你自己用功用来的 现在 如果你有什么成就啊 这是你自己用功得来的 不是有吃药帮助你啊 吃那个迷魂药 吃了之后 这个天在什么地方 地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了 看着这个五花八门 那什么都不一样 那不是